你是学表演的 对 这个最近啊 短片平台上有一个 叫上海戏剧学院的女生的 那个什么配音视频 你见过吗 对 看过 然后比较经典的有一段 你要不要现场来尝试一下 好呀 能给我根烟吗 谢谢 说我变坏了 十五岁那年 我第一次跟同学打架 被揍得鼻青脸肿 回家后你张嘴 不是问我疼不疼 而是打赢了没 十八岁高考失利 我想复读 你喝得醉醺醺的 瘫倒在家里的地毯上 我蹲下来想扶你起来 你一把推开我 把我所有的东西装掉 大吼着让我滚出这个家 然后再也没联系过我 今年 我二十五 在这个 审讯室里 咱俩见面了 讽刺吗 我就想问问 我被欺负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需要安慰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流落街头四处 逃犯的时候 你在哪儿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 我能活下去 我能有口饭吃 现在你有什么资格 以一个父亲的身份 让我交代口供 你不配 把阿布 陈警官 其实说到底 咱俩一样坏 演得真好 首先你入戏非常的快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专业素养 其次呢 抓细节 抓得特别的好 就包括你那个 情节的一个过渡 然后突然之间 眼泪要往出涌的那种感觉 然后又收回去的感觉 因为哭很容易 笑也很容易 可是哭和笑之间的转换 很难 所以 那其次之外 从那个身心台表四个 你没有任何的小动作 包括你的台词的发音 没有一句废话 所以我对你这一段的表演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一峰 来 但是我感觉不够的 就是力度还不够 就是从肢体语言呀 包括高超部分 这种神死历劫的 那种凶齿呀 那种愤怒感呀 没有迸发出来 不够强的呀 我会觉得 并不一定要咆哮啊 或者是热泪灵旷 才是感人的 对 我会觉得那里边 那能量跟情绪 非常的浓 到最后他说 我关在这里面 然后他在四处看的时候 我就已经知道 是什么情况了 然后最后 跟父亲去对话 我就觉得 甚至差点哭出来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情绪里边 是非常饱满的 我跟他能很有共鸣 演得非常好 我延续他说一下 对于情绪的这个表演啊 和我们生活中的认知 是反逻辑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一个人 开心到极致的时候 不是笑 对 是哭 对 当一个人悲痛到极致的时候 反而是笑出来了 就是演悲剧不自怜 演喜剧不自嘲 就是也是我专业 克老师一直跟我说的 也非常符合 我内心的想法